好家,今年的四月份报了一个学车考试 目前只是考了科一,今天来学科二 我姐姐已经学了一段时间科二了 她告诉我,她每天都被教练骂得狗血淋头 让我放好心态 跟我们一起学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是一对夫妇来的 他们现在已经被教练骂得不敢去学车了 她说只要是她教,他们就不学了 所以我现在心里是非常忐忑的 我现在是第一节课 不知道会怎么样 所以现在先去找一下教练 好害怕啊 我感觉好像没什么人 这个就是我学车的地方 诶,没人类怎么回事 太奇怪了 这个学车 都与我无关 请示那几年 我不愿你翻阅 我现在已经到了 但是教练在学校 所以我也不敢吵醒她 因为科普章 不要刻画 小声一点 所以我现在 也不敢说话 但是今天 没人 就只有一个人 过来学车 好奇怪哦 现在已经三点多了 都在玻璃街 为什么 为什么 像我这种天才 为什么 失败 有好几年 练了一个小时 刚开始教练在睡觉 所以也不敢吵醒她 然后客服也做了这个手势 叫我不要说话太大声安静一点 然后我也不敢吵醒他 因为这个场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练 所以我就请教了他 他教了我一些东西刚开始 后面教练醒了之后 他也教了我一些东西 我感觉不像我姐说的这么恐怖 我觉得教练没有这么凶了 说的或者是你做的 不太符合他的心意 他会修你 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但是总体还好还好 总的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他的那种教学方式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他生气的时候 你不要跟着他的情绪走 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情绪 就是要有那种积极向上 而且就是很开心 很乐观的那种心态去对待 因为相对来说 他每天都在这一个场面上 基本上都是在发火状态 假如说你也跟着进入那种氛围的话 他的那种情绪就会更加严重 但是假如说你是抱怡 乐观开朗 又是一种自己向上的那种心态的话 同时你也会感染他 我感觉我今天用这种方式 我是能感受到 他是由那种恨铁不成钢 慢慢慢慢转变为 比较愉快的那种状态 所以说自己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个关注 爱你桃源 感谢观看